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重點就是 我們的青鋒X版 不管是青鋒X版還是青鋒 它都不需要去改到什麼控制器 它就可以去做一個外掛電池的動作 那X版它可以加到三顆 那所謂的青鋒或者是什麼德國貓 只能加到兩顆 所以他們所謂的75就是多了兩個外掛電池 多了兩串在外面這樣 他們只是把它弄到這裡面去而已 所以我覺得三萬喔 見能見智啊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後面 我們今天為了要測試 所以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改回去原廠的 包括原廠的輪胎啊 48尺的齒盤 然後前輪我就沒有動了 它這邊是改成鍊條的鍊輪 齒比的話 比前尺比原本的小了一尺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 所以因為三台的配置都不一樣 這一台的配置齁 你現在 你這邊很難度 也是一樣啦 外掛電池一樣 然後這個是68尺的齒盤 它只改這個68尺 然後這邊的 這邊的齒比都一樣 馬達這邊的齒比都一樣 無理的避震器 一定要介紹一下 對一定要介紹一下 無理的避震器真的很厲害 真的比CCTV厲害一點點 顏色啦 然後它的19出軟的台 對一樣都是19的 它有改這個 它的那個 胎高比較高一點 這個胎高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來看這一台 這一台就是 64尺 然後 17吋 的 框跟胎 前面的 前面的 馬達的 一級傳動的部分 也是改成跟我一樣的齒比 也是少一尺 那你的 電池也是3S啊 外掛電池也是3S 2.5 2.5 因為有一組 快掉了 蘇 一邊 這支 一邊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